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归一迈向解脱之路 每当我们面对亲人或朋友受到痛苦时 经常因为自己缺乏足够的力量帮助他们 而感到挫败与伤感 或是当亲友往生之时 由于自己完全束手无策 虽然内心充满无奈与伤痛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大圆满法所拥有的特质就是具备完整的修学法门 以及能够产生慈悲与智慧的修学次第 转化人世间的一切苦恶 所以得到幸福快乐的泉源 其实是来自于帮助他人之后 内心所得到的满足与喜悦 若想要修学密圣 仅有信仰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有救度众生的悲怨 以及救度众生的实质力量 毕竟人们即使拥有修行解脱的条件 却不代表已经具备解脱生死的能力 尤其修行之路不但既遥远又漫长 而且随时随地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若要自己单独面对 恐怕将难以应付各种磨难与考验 唯有依靠具德上师的指导 才能够平安穿越人生中的荆棘丛林 因此修行应该经有皈依之仪式 使内心能够完全信仰 依靠佛法 从此才有依规的学处 就像是入学之前的准备一般 尤其要有好的老师教导 对于所修学的法门才能够信受奉行 佛经理将皈依比喻为当小孩或小动物受到惊吓之时 就会立刻呼喊妈妈 或是躲到妈妈怀里一般 相同的皈依三宝之后 就能够得到佛法僧三宝的护佑 随时随地都能够感到稳定与安全 至于皈依之目的 则是为了开启内在佛性之显现 所以皈依三宝 就表示自己修行学佛的誓愿与决心 发愿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成佛为止 都将以释迦牟尼佛为导师 愿意遵照佛陀所指导的正法而修行 因此平时无论做任何事情 只要发自内心想要帮助众生 为利益众生而修行 即使只是一个鼎礼 供养一炷香一盏灯 或者是持一句咒语 其功效也会非常强大而且快速 这就如同有些人 平日做事情就很有规划 很有效率 只需要用很少的时间 就能够完成许多的事情 相反的 凡事若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 即使花了许多的时间 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却无法增长福德与智慧 所以若发愿利益众生 除了在饥渴之时 给予众生饮食 与生病之时 给予医疗 最重要的就是 应该先以佛法教化自我 净化自己的身口意 而不是才刚开始学佛 就急着要去度众生 如果能够以卑质之心 关怀众生 就能以此善心之动机 使自己微小的善根 变成广大的善根 即使再微弱的心力 也会因而增大增强 由此可知 人们一切所作所为 究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还是为了利益众生 将由于内心的动机不同 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为真正发心的菩萨 就好比许多的救难人员 如慈母永父般的 无时无刻都将众生 当成亲人般的呵护 坚强无畏地守护着众生 即便要奉献自己的时间 经历 金钱 甚至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 也在所不惜 也正因为如此 在帮助众生的同时 自己的功德也就水到渠成了 并不需要刻意在为自己 追求功德利益 相反的 若只为追求自己的明文利养 则不但帮不了自己 也救不了众生 所以发觉并且培养深度的慈悲心 就是迈向觉悟之道 最重要的条件 而经由有系统的学习过程 便能逐渐唤醒自我的心性 除去遮蔽本性的面纱 而看清楚自我的面貌 佛经之中 对于得到福报有两则比喻 一则是农夫种庄稼的时候 目的是为了要修成稻米 因此当稻米成熟之时 自然就能够得到稻草 并不需要特别为了得到稻草 而去种到 此外 烧柴的目的是为了要煮饭 当饭煮熟之时 柴也已经烧成灰了 并不需要为了得到灰 而刻意去烧柴 所以如果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 自己就会因而得到功德福报 并不需要刻意为自己的功德利益而修行 因为诸佛菩萨 救度众生之时 从未想过自己的功德利益 也没有任何的私心妄念 纵然众生尚未度尽 但诸佛菩萨却早已成佛 反观众生从无始以来 随时随地都用尽心机 衡量自我的利害得失 以自己的需求 决定待人处事时的态度 并没有想要帮助众生的念头 更且当无法达成心中所要的目的时 就会起称恨之心 甚至想要报复对方 结果反而使得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 由于众生只见到眼前的利益 而无法用宽广的角度包容他人 所以往往越想追求 理所要的目标却越遥远 甚至还得面对未来下舵三恶道的危机 因此我们应该时时练习 把眼光放远 心量放大 才能够成为一位真正有福之人 来自于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们 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因此与人相处之时 要能够随时保持平静与和谐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修养功夫 因为人们有时即便明明知道对方有理 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何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性 如果能够训练自己 以关怀的角度尽量包容 谅解他人 就是一种慈悲的表现 所以唯有静下心来 通过理性以及深度的内心 才能转变自我习性与观点 佛经里有一则预言故事 有一回海边有一只独蝎 独蝎想要跨海到对岸 可是面对这茫茫大海 正烦恼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恰巧遇到一只 刚刚从海里游上岸的千年大海龟 此时独蝎便恳求海龟能够再塌一城 但是海龟回答他说 这可不行啊 因为你是只独蝎 万一在头中遮我一口 我岂不就遭殃的吗 独蝎说 海龟大哥请你放心吧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呀 因为我若遮了你 自己不就也会沉入大海里淹死吗 大海龟听了之后 只好答应独蝎的请求 一路上他们原本还有说有笑的互相谈天 可是一到了海中央时 海龟突然感到脖子一阵刺痛 回头一看 原来是被独蝎遮了一口 顿时感到疼痛万分 这时海龟忍着痛 问独蝎说 你为什么要遮我呢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也会婴儿淹死吗 独蝎回答说 我知道不能够遮你 但是我势之独蝎 即使不愿意也改不了习性啊 话才说完 就跟着海龟一同沉入了海底 人们也是如此 明明知道所作所为 将会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 但是依然心存侥幸 无法以理性的角度为大局着想 完全只以自己的习性贸然行事 结果才会经常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因此众生之无法脱离轮回 就是对自我执着太过强烈 只要一遇到任何困境 就开始怨天尤人 只在乎自我的感受 而完全不管他人的想法 内心才会经常感到很痛苦 很烦恼 此外 心里总是觉得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接受那个 我不要这样 我不想那样 凡事都以自我为出发点 所以产生许多的痛苦 烦恼与过失 可见得 我执就是造成生死轮回之根源 解除身心之危机 佛法的目的是希望帮助众生能够超越业力的束缚 解除身心之危机而获得解脱自在 如果想要创造 如果想要创造崭新的命运 就要从调和个性开始 因为个性是由惯性的行为 语言以及思考模式所形成的 人们对于和自己有关的人事物 如父母兄弟亲友等 经常会有互端之念 而对于与自己不相干的人 则完全漠不关心 如果凡事都依照自己的行性 就会不断重复着相同的错误 永远也跳脱不了自我的视线 透过佛法的实际体验 能够让我们对于人事物的看法 从主观慢慢淡化为客观 就不会再沉浸于回忆之中 或是活在过去痛苦经验的阴霾之下 而懂得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的能量 如此在生活或工作上 就能够以心平气和的态度 坦然面对所有的问题 由于能够设身处地 以对方立场设想 就能够放下自我的观点 而这种由内心所产生的安定力量 也将使自己因为广结人员而得到福报 虽然我们认为只要自己善意地相待 对方就会有相同的回应 其实不见得 以西藏人而言 当遇到年长之人时 不管对方行动是否方便 只要上前参扶他 对方就会感到十分的欣慰 可是相同的情形 如果是发生在美国 对方就会感到不高兴 觉得你轻视他是个没用的老人 可见得 我们虽然无法期待他人都有相同的回应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当自己以善意对待他人之时 内心必定会感到非常愉快 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都必须通过层层的考验与学习 才能够逐渐开启智慧 如果没有经过生活的历练 修行的训练 内心将很难安定内练 既无法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 别人也无法进入你的内心世界 就好比许多为人父母者 经常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子女 造成两代之间的代工越来越深 如此又如何引导子女 能够于面对人生各种状况时 学习体验宽容与谅解呢 又如何产生宏观的思维 而若没有自由就培养良好的习惯 以及稳定的人格特质 长大之后就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而迷失自我 对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也很容易受到混淆 因此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关卡时 都应该脚踏实地步步为营 如此才能够在坦途时昂首阔步 而当遇到困境之时 能够养精蓄锐 蓄势待发 让生命随时都能保持向前的活力 因为修行是无止境的事 从此时此刻起 一直到未来的生生世世之中 希望人们对于菩提心 悲心以及利他之心 都能够随时谨记在心 并且能够不断地进化与提升 而当自己的每个念头 每次呼吸 以及每个动作 每句语言 都是出于善意之时 就能够解除一切身心之危机 而得到解脱自在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